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有人私信小编说想看喜剧片 所以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经典电影 三傻大闹宝莱坞 可算是那两年炙手可热的片子了 阿米尔汉不愧是印度电影的当家国宝 男主兰彻是一个喜欢打破常理的人 也是一个真正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聪明人 刚入学的第一天晚上 所有的新生都脱掉裤子 露出屁股 向学长致敬 这是印度独有的一种致敬方式 但是兰彻不同 兰彻躲进了房间里面 学长来敲门 还要求兰彻十分之内让他从房间里面出来 不然就要在房间门口撒尿了 这又是印度的一种侮辱人的方式 房间里的兰彻将灯泡的线拉扯下来 将铁勺放在了电线的一端 当学长在门口尿尿时 兰彻将铁勺放出去了 学长瞬间被电倒在地 当步疼痛大叫不已 法罕拉朱是兰彻的室友 他们两个和普通学生没有任何区别 都喜欢没守成规 跟着老师的脚步走 但兰彻不同 他在院长讲话时提出问题 让院长颜面尽失 上课时喜欢用通俗的语言来回答教授的问题 但是教授明显不喜欢他的回答方式 而他也会用同样的理论去找教授的查 反正就是在各个课堂上 向教授提出尖锐的问题 导致兰彻只能从一个教室被赶出来 进入另一个教室 有一位同学坐了个遥控飞机 但是还没完成 院长毅然决然打电话 通知学生家长不用参加学生的毕业典礼了 因为他不会让这个学生毕业 兰彻去跟院长求情 院长觉得兰彻太拖大了 拉着兰彻给学生们讲课 兰彻提到了自己的两个室友的名字 院长回到办公室 就给法罕和拉朱的家长写信 两位室友和兰彻都被叫到法罕家里去了 法罕的父亲不让法罕干自己喜欢的摄影 让兰彻不要打扰自己的儿子 兰彻鼓励法罕追求自己的梦想 但是却被法罕的父亲言辞拒绝了 三人只能来到拉朱家里蹭吃晚饭了 从贫困的拉朱家出来后 三人肚子非常饿 走路走着突然看到了一家结婚现场 于是三人在兰彻的带领下 换了身装扮就轻松地进入了现场 发现有好多可以免费吃的食物 三人迅速地冲击 但是镜头一转看到了院长在这里 原来这里是院长女儿的结婚现场 也就是在这里 男主兰彻认识了自己的恋人 院长的二女儿皮亚 当院长发现兰彻三人后 兰彻三人只能跑路了 回学校后 院长把法罕和拉朱叫到办公室教育了一番 拉朱家里贫穷只能好好学习 但是同学效应器却在同学复习的前夕 想尽办法分散同学们的注意力 兰彻想了个办法 修改了教育部长的演讲稿 让校运器和院长出囚 晚上兰彻三人在水塔开心 校运器上来了 他和兰彻打赌 十年之后看谁更成功 为了真爱 兰彻搅乱了皮亚的订婚 没想到遇到紧急情况 拉朱的父亲病急 于是兰彻和皮亚用摩托车 载着拉朱的父亲到了医院 救了父亲一命 拉朱赶来后也和兰彻重归于好 从医院赶回学校考试 法罕和拉朕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 而兰彻则是第一 镜头回到校运器 带着法罕和拉朱寻找兰彻的路上 他们发现有一个人和兰彻同名 而且还沿用了兰彻所有的荣誉 他们慢慢地了解到了兰彻的过去 原来兰彻是一家富人家故宫的儿子 但是他非常喜欢学习 而主人的儿子则不喜欢学习 从小到大都是兰彻 顶替儿子的名字去学习做作业 回到学校里 法罕和拉朱因为成绩差 被院长批评非常沮丧 兰彻开导他们 法罕是因为不喜欢机械 他喜欢摄影 却干着不喜欢的事情 而拉朱非常没有自信 手上总是戴着各种戒指保护他 兰彻鼓励他们自信地去追求自己的目标 电影快结束了 法罕跟父亲动情地商量 父亲同意他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而拉朱取下了所有的戒指 在轮椅上自信地找到了喜欢的工作 回到了找兰彻的路上 法罕和拉朱来皮亚的婚礼现场 劫走了皮亚 他们在一家很小的学校里找到了兰彻 原来兰彻就是效应器寻找的 由400项专利的世界各国争抢的科学家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是一部极搞笑欢乐 与教育励志与一体的电影 值得一看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来看看 完全に第一把研究